当时的力量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的指出 我们焦虑的根源来源于大脑 来源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 很多时候折磨你的并不是一个可以确定的糟糕的结果 而是在大脑中反复呈现的失败的经验 或是纠结于对未知的各种应对 所以要解决他们书里面就给出的方法 要解决他们书里给出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开悟 怎么样才能算是开悟呢 开悟的状态就是能够不被固有的思维所疑惑 发现生命真正的价值 或者讲了一个预言故事 一个乞丐在路边坐了30年 却从来没有发现他原来他身下的箱子里面 竟然装满了金币 有很多备受精神折磨的人 其实就像这个乞丐 四处寻找成就安全快乐和满足 却不知道自己不仅早已经拥有了这一切 甚至拥有比那些更为珍贵的东西 找到一直被自己所忽略 发现原本就拥有的宝藏 这就是开悟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迷失迷茫的感觉 这种迷失表面上是找不到目标和出路 但如果进一步来看 它其实是内心与现实之间感觉不到联系 进而产生了与自我与世界分离的幻象 就像是你身处在一座孤岛当中 四面环海无边无际 于是伴随而来的就是慌张恐惧冲突和矛盾 开悟就能够帮助你建立一种与本质相关的联系 认识一个超越了单纯有姓名和形象构成的自己 简单点讲 开悟就是发现生命真正的价值 要实现开悟并不容易 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大脑中持续不停的思考 这听上去有点反常 我们通常的观点是人应该保持思考 那思考让我们自我意识不断的扩展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 正是这种不停的思维活动 让我们无法达到内心的宁静 这就好像有一些父母在孩子做事的时候 总喜欢不停的在旁边说 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看上去是要给到最好的指导 事实上反而会让孩子无法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 失去了自我 这些爱说教的父母就好比是习惯不停思考的大脑 而孩子就是我们内心的感知 法国哲学家迪卡尔最重要的思想叫做 我思故我在 意思就是这世界上的东西 我都不能完全确定它是不是真实存在 唯一能够确定存在的 就是我正在思考这件事 作者托利亚对这个表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迪卡尔错误的将思考等同于存在 也就是说把思考这种行为 作为我们存在于世界的依据 要知道思想只是人类智慧之一 生命中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 比如美貌 爱情 欢乐 内在的宁静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来自于大脑思维之外的 在作者看来 正是大脑利用了我们 让我们在无意之中 认同了它不断进行的描绘 构想 评论 以及判断等等 举个例子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其实很难让大脑保持一段时间的空白 什么都不想 你似乎总是会被他所绑架 你看 这就是开悟最大的障碍 所以我们就要先学会从大脑中解脱出来 你能不能试着静下心来去觉察大脑中不由自主的思考过程 这个时候啊 你会发现脑子里面好像有一种背景音乐 时影时现 相信有这种体会的人应该不少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有能力去阻止这种声音的产生 那这些声音呢 他们跟眼前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 它可能只是追忆往昔 或者是在意想一些并不会发生的事情 那些没有意义的时过境迁 追悔莫及 或者是苦思焦虑 启人忧天 却会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状态 书里面所提到的思维 还包括在心理活动影响下的情绪反应 正是因为活跃的思维 总是要想从其他地方寻求解脱之道 于是呢 它不断的刺激着人们的欲望 产生出各种负面情绪 比如执念 厌弃 暴躁 以及萎靡等等 为了不让自己沉溺于这些负面的想象和欲望 书里给出了一个解脱的方法 那就是让自己从大脑固有的刻意的活动当中 走出来 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不做任何推测与批判的去倾听自己脑中的声音 这就有点像中国古代时候的文人雅士 对待树木的态度 他们不会像植物学家一样去研究材料 或者是这个树木的生长特点 也不会像一个木匠一样去衡量 是能做桌子呢 还是柜子 而是单纯的去欣赏他们最自然的形式 去感受内心对美的回应 尝试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你就很快就会意识到 我在这里倾听这些声音 在观察它 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 而不是思考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我们是把自己的感觉和意识 从思维的惯性当中解脱出来了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掌握思维的力量了 作者认为 人的大脑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被用来处理任务的工具 当任务完成以后 就应该让它去休眠 就如同世界上所有的工具一样 有需要使用它的时候 也有该让它歇一歇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达成一定的目的 而运用思维 但不应该一直沉浸于碎片式的自我对话 而不能享有内心的宁静 当你尝试放下工具 就可以在思维中去创造空间 也就是进入书里面所说的 无念的状态 打个比方 这个鼓啊 一面鼓它能够发出声音 那并不是因为那些 可以看得见的鼓皮鼓声 而是靠着那些看不见的 被外壳所包裹起来的中空的部分 一个被塞的满满的鼓 是没有办法去发出那些激昂 循状 而且传得很远的声音的 无念的这个状态 并不是真的完全虚无 它有意识 但没有思维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直觉 在这种直觉当中 你可以专注于创造 很多人不具有创造性 不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去使用思维 恰恰是不懂得如何停止思维 当你不再去忙于处理大脑中 乘出不穷的信息 而是集中意识 在面对眼前的状况的时候 反而可以专注 并拥有更强的力量 成为大脑真正的主人 就应该是大脑真正的在 大家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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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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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